- 紅色! 大家好我是宣老,歡迎來到月威江湖 那今天我們來介紹一個你一定會有 但是戰鬥中你可能會很少使用的一個有趣的系統 那就是我們的暗器系統 那暗器的話在我們不管是武俠啦 玄幻小說裡面來說真的非常的常見 像比如說神調俠侶,我們的那個球仙刃 他就有嘴巴吐那個藻河丁攻擊楊過 那還有比較有名的 像我到現在還記得就是我們玄幻小說 當初我看那個抖羅大陸第一集的時候 那個唐三,就是他還沒有重生的時候 他之前是唐門的嘛 唐門最強的暗器排名第一名 就是我們的暴雨梨花針 我到現在都還記得他的名字 喔他那個製作起來的那個材料之櫃的 然後但是他的殺傷力一隻 大家聽說好像範圍性真的是殺的天昏地暗這樣子 那暴雨梨花針就是我記得的暗器來說裡面最強的 那圖上面就是我們那個唐門暗器 我們那個袖劍你可以看到 哇一堆的那個材料組成 所以當初一開始的時候看唐門自己 在抖羅大陸剛重生完的時候 他就是自己做了一個那個袖劍,一個暗器機關 然後就是可以在我們那個魂環裡面的時候 還有一個那個暗器可以去輔助這樣子 好那所以煙雨江湖 算是一款那個武俠遊戲來說暗器也是必備的 那老師講一開始的時候其實到現在來說 大家對暗器的琢磨可能比較少 因為可能暗器的強度不太夠 所以大家可能覺得說 還是都是以角色啦,武學為主 暗器可能就不太care 那其實剛好看到有個大佬分享了一些暗器的大拳 你發現哦,暗器到後來來說真的非常的好玩 因為暗器齁其實他不會耗你的攻擊的那個次數 也不會耗你的聚器 他算是額外幫你攻擊一次 那這一次的話你可以上 如果你的暗器的等級夠高的話 傷害很不錯 而且他還可以幫你上一些debuff的效果 大家都可以介紹一下 後來的暗器齁真的五花八門 而且debuff的效果真的是很多 那這個東西說不定在你在打boss啦 或是在打一些很難打的一些關卡的時候 說不定這個暗器就可以救你一命 然後你說不定你就可以因為這個暗器 然後你就可以上一些debuff 然後就可以讓你贏得這場比賽 所以我覺得暗器的話還是可以練一下 好,那來介紹暗器種類之前 先來介紹一下暗器的技巧好了 應該大家都有學了 一開始我也有學 只是說沒有特別介紹 因為想說大家都有 就這個暗器技巧 那暗器技巧的話 如果你還沒有學 如果你是新手玩家的話 真的強行建議你去學一下 因為這個其實還蠻容易的 就是完成我們鳳鳴集的那個支線任務 就是我們綁手之身的時候可以獲得 然後你可以去孔雀山莊去花錢去學 50兩有點貴 不過我覺得以技巧來說 因為技巧是每一個人都可以 每個人都可以裝的 所以技巧來說這個 那個花50兩其實不會太貴 那如果你以用處來說 其實他還是真的蠻實用的 OK,那只是說你200級之後 你要去街頭上線這樣子 那比較麻煩的是 他快速戰鬥不提升 副本不提升 武道也不提升 他什麼都不提升 然後如果你手動打怪的話 你要是消耗體力的回合數 你才可以提升暗器技巧 簡單說就是 如果我現在的那個體力是0 體力是0 我還是可以去打一些怪 打那些怪的時候 我用暗器他是不會提升技巧 簡單說他就是不讓你那個偷吃步啦 他就是怕你說你那個體力都消耗完了 然後你就跑去打怪 然後去那個提升這些暗器的等級 簡單說他就是不給你偷機 你就只能去打那些你的 會消耗你體力的一些戰鬥 然後你要用手動的方式 去丟你的暗器你的等級才會提升 就像我上次這個是打熊 打完熊之後 我的那個暗器技巧就增加這樣子 好簡單說就是不讓你偷機 還有這個 無瑕棍 一般來說解無瑕棍會 你會拿到那個武器 然後會打300隻小怪嘛 打這個300隻小怪 他也不讓你提升 簡單說就是真的是 封鎖你一些偷吃步的技巧 你就是要乖乖的 去消耗體力的回合的時候 你用手動打怪 手動去按那個丟暗器 然後他才會增加技巧這樣子 OK大概是這樣 就是我們一個暗器的一個技巧這樣 然後就看你喜歡丟在 安裝在哪一個人身上 那暗器的話在這個遊戲裡面來說 有大佬我們分享的一個說法是 暗器齁 如果你是同樣 不同人丟暗器好像會有點差異 那比較可靠說法是 背力會影響暗器的傷害 生法會影響暗器的命中 那這個可能要有待去 大佬他們做測試 有一派的說法是這樣子 那簡單說就是 你找背力跟生法高的人 去丟暗器這樣就可以了 因為反正暗器就只能丟那一次 丟完之後就沒了 所以那個 找背力跟生法高的人 尤其是背力高的 背力高的丟他 丟出去可能傷害會比較高一點這樣 好大概是這樣啦 這就是我們一開始初始的那個 暗器技巧 如果還沒有拿來建議去拿一下 那還沒有練的 如果你有時間的玩家也可以練一下這樣 這個暗器技巧 我覺得到後來應該蠻實用的 OK那我們先介紹一下暗器的種類 那個種類還蠻多的 好那接下來第一個 那個我們的飛黃石 那圖是長這樣 飛黃石應該大家都有吧 就是這個飛黃石 飛黃石是我們最初階的一個暗器 那他的製作很簡單 你就去柴掉這邊 然後這邊有個石頭 平常那個爛石塊 石塊這邊有個石用 石用這邊有個打磨 打磨打下去之後開始跑條 跑完條一條 就是變成飛黃石 名字聽起來很炫 但是打起來傷害 上次我用這個打 打熊好像打400多滴血吧 那你看這個大佬的那個圖 他是去找那個賽北的野怪 去測試那個強度 那他是統一都照賽北的野怪 去測試那個同等級的強度這樣 那他丟野怪的傷害是1600 其實很不錯 這個遊戲裡面打到1000多 其實也有差不多也算是 一個半攻擊的傷害 所以其他這個傷害其實還不錯 而且這是額外的喔 你會看到上面那個技能 那個上面那個技能條 上面是這個暗器是額外的這樣子 那這是我們最基礎的那個飛黃石 那飛黃石的話 竟然還是可以學一下 像我上次打熊的時候我有用嘛 就是丟了400滴血其實還不錯 如果差那一點點選就打贏的話 其實靠暗器說不定可以翻盤 好再來我們第二個暗器就是我們秀劍 那秀劍看圖的話 你會看到像是一個龍頭 然後他這邊有一根針 然後就是一個那個秀劍這樣 那他的傷害是略高於我們的飛黃石 在我們的孔雀山莊是可以購買的 如果你去 如果你有那個有空的話 可以到孔雀山莊逛一逛 孔雀山莊裡面還賣了一堆奇形怪狀的東西 好孔雀山莊就是在我們的成都 成都的左上方如果 欸真的很少去 這邊有孔雀山莊 就在我們成都的 算是西南方的地方 然後上去之後 你就可以看到你可以去買那個暗器 那他的暗器的那個 其中有一個就是秀劍來看一下喔 還有秀劍有如意豬跟柳葉刀 等一下都會來介紹一下這三個 那這三個都是可以在一開始我們這邊 孔雀山莊買到的那個 三種暗器的其中一個這樣子 好那秀劍的攻擊方式 基本上就是也是直接丟啊 那傷害的話只比那個 飛黃石高一點 那射中的話有機率會 額外的增加一些些傷害這樣子 那效益的話跟飛黃石差不多 多高了一點點這樣 好那再來是如意豬 如意豬也是那個三種暗器 其中一個就是這個如意豬 那如意豬的話就是他用 比較小的那個球球有沒有 這個比較小的球球 然後他直接用那個打人家手腕 然後這個好處是他有一定的機率 可以打掉對方的兵器 所以他的那個 你要看到那個大佬的圖 他上面有一個那個拖 有寫個拖字 他就是打落對方的那個兵器的樣子 那打落對方的兵器 那成功率的話是依照個人的倍率所影響 所以這些暗器 都有些額外的技巧 像這個 秀劍的話他會有極南閃 那個閃躲 那有一定的機率會射中秘密的樣子 這些都有些額外的一些效益 他都寫在這個說明欄上面這樣 那打的話也是沒什麼特效 但是他有一個拖 然後他會把別人的那個武器打掉 武器打掉不知道有什麼效果 可能是讓人家的那個 那個 debuff的那個效果會高 就是 可能攻擊的那個效果會高一點 會有一個手無寸鐵的debuff 那大佬們有說他這個 這個效果是對NPC無效的 就是 手無寸鐵 就是把人家的武器打掉這個效果 對打NPC無效 所以你可能 打任務的時候可能就沒什麼用 這可能是拿來那個 就是PK的時候拿來用的這樣子 那暗器技巧要80級 然後 腳械只限於PVP 就是你打那個 打 一般打怪 打那個野怪是沒有辦法 那個打任務怪也不行啦 就是只能打人才能使用這樣子 好 這就是我們的那個如意珠 那再來是我們的柳葉刀 那柳葉刀 那柳葉刀可以看到他就是 一把一把的這種彎刀 然後放在一個那個袋子裡面 然後 那個刀刃如指 然後如柳葉狀這樣子 然後有一定機率可以攻擊到對方的要害 使其對方流血 那他的那個BUFF效果 敵BUFF效果就是附加三回合流血 就是你會 每回合都會一直失血這樣子 那 集中要害的那個機率是以身法 那個所影響這樣子 好 這就是我們 在我們孔雀山狀有賣的 三種的那個 暗器的方式 好 那他 攻擊的效果好像是打人的時候 你會看到那個圖上面有個綠綠的 這些柳葉的 這種 閃發狀的東西 那 特效感覺還不錯 那 攻擊力也OK 2300多 比那個飛黃石高一點 OK 那再來就是我們的 就是商店沒有賣的 就是後 一些後面的一些任務啊 或者是一些那個 就是開放的一些商店才有賣的 那再來就是我們梅花針 那梅花針的圖可以看到就是這個 那個長得有點像星形狀的一個梅花 欸他也不像梅花欸 他是個星形狀的 應該叫星 那個吧 星星針吧 那個星星狀的 然後他的話是那個 那個燕王斧 就是這個遊戲的那個 最終的那個地方 燕王斧 然後他夜公公會掉這樣子 那他的強度 你看到他打所有的前排的敵 那個 敵手 他是打所有前排的那個敵人喔 然後傷害的話 是每個1600再加一些 額外的一些buff 那個增益效果這樣子 那 看大佬打起來好像還不錯 大概可能有到個兩三千吧 然後他有那個 那個附加刺穴的那個 效果 你看到那個圖 大佬那個圖的話 兩個人種的時候 他上面有那個穴 有一個那個 寫個紅字的那個穴 他那個穴是可以大幅度增 就是阻止對方聚氣啦 簡單說就是讓人家 在聚氣的時候比較慢 比較慢的時候 你的那個技能釋放就會變很 很滿 變得很晚這樣子 好 這是我們梅花針 看起來還OK 而且他可以增 阻擋人家聚氣效果 你在PEP玩家來說的話 真的蠻實用的 比別人早發招其實就很強 好 再來是那個破浪時 破浪時應該 如果你是 現在不知道玩家有沒有 比較高階的玩家 如果你在解那個 杭州打水漂任務的 如果你解完的話 那就會有 就是杭州打水漂 那個看一下 就這個這個任務 杭州打水漂 你就跟那個匪哥 然後去聊天 然後就要打水漂任務 那正常來說啦 那個攻略是寫說 臂力跟森法 要180才打得贏 185是穩貨 那過完之後 簡單說 你就可以拿到那個 就是這個破浪時 然後這個破浪時之後 你就可以跟他去買 買這個破浪時 那打水漂就是 好像在十五之七嘛 十五之七這邊 然後你就 這邊 按個石頭 石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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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使用 然後就 煎出去 然後煎出去之後 好像 煎不遠吧 因為我的那個 背力不夠高 他好像只拿39下而已 有點差 OK 所以他 丟的話 背力跟那個要180 所以這個要185 185 然後你才可以那個 拿到我們破浪時 那破浪時的話 簡單說破浪時 他的那個攻擊傷害齁 就很強了 你看攻擊傷害有到五千多 他的那個單 就是而且他是打一排的喔 他的效率是打一排的敵人 那那排的敵人 如果剛好都很那個很多的話 基本上他是可以打 攻擊力來說 可以到五千多這樣子 感覺非常的實用 你看他打單體的時候是五千多 打兩個人的時候 就變成兩千五兩千五 所以他等於是 可能是五千的傷害 那如果你的 那個等於說 平均分配給那一排上面的人 如果是一個人 就是一個人吃五千多傷害 兩個人的話就是 兩千五這樣 三個人的話可能就是五千去除以三這樣 破浪時可能很強 如果你是單 那排只有一個人的時候 那個單體傷害還不錯 好 再來是我們的鐵八卦 鐵八卦的話 是在我們那個 八卦門市立商店可以購買 那可能是以後才會開放這樣 目前可能還沒開放 然後你可以看到八卦 鐵八卦 他是 中間一個八卦盤 然後旁邊有那個刺 有點像是那個 海馬的那個叫什麼 就是那個 連鎖炸 海馬的那個 車輪 那個叫什麼 破壞輪 那很像破壞輪 就是那個 有長刺這樣 然後他的特殊效果是 他絕對會攻擊對方 攻擊力最高的那個人 簡單說你丟這個暗器的時候 不管你在哪邊 他好像會直接攻擊那個 對方攻擊力最高那個人 那傷害的話 跟那個柳葉刀差不多 但是他特殊效果是可以 就是一樣跟那個秀劍 一樣擊中命門 然後可以增加一些額外傷害這樣子 那 可以看到我們那個 那個路板大佬 他是丟一個那個 鐵八卦出去 然後手這邊就有個八卦陣 然後對方被這個八卦盤 刺到的時候會噴血 喔這個血量噴超多 然後你可以看到傷害大概也是兩千三 跟那個 就跟剛剛那個什麼柳葉刀差不多啦 只是說 他一定會攻擊 攻擊力最高那個人 所以還不錯 就是打別人的一些 重要的一些角色這樣子 好再來是我們的 那個轉輪 就是我們的那個 金輪法王那個轉輪 然後他的 那個 取得方式 就是在我們的那個 大招式的私立商店 那大招式就是在我們那個 大雪山啊 你有解大雪山的話 他就是在 大雪山的那個私立商店那邊 然後傷害的話 略低於那個柳葉刀 可能大概兩千出頭而已 但是他有附加一個 debuff效果 割裂 那這個割裂的話 他的debuff效果 簡單說就是有點像 一樣是噴血啦 就是那個跟剛剛那個一樣噴血 然後你看到大佬的那個 那個丟那個轉輪啊 金輪法王丟那個轉輪 然後旁邊有個鴿子有沒有 有個鴿子 然後他就可以那個 可能有些 噴血的一些效果 然後他的 debuff效果會比那個 柳葉刀再多一回合 柳葉刀剛剛是三回合嘛 那他是四回合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那個 藻核釘 就是藻核劍 那藻核劍的話 就是在我們的桃花屋的 四利商店可以買到 桃花屋就是在我們那個 那個 欸是不是杭州啊 還是哪裡 桃花屋就是可以 坐船過去 然後解那個任務 然後你可以去那個 四利商店買 然後這個就是那個啦 神雕俠雨裡面的 球千刃的那個 藻核釘的一個翻版 然後你可以看到他的那個圖像 很像那個 那個活動版首 啊不是那個梅花版首 就是一般的那個 如果你是場物啊 或是一些那個工作人員 你應該就知道 就是他很像那個 那個版首 然後用那個 那個 那個卷的東西 然後可以那個什麼 什麼二一啊十三啊 那些尺寸的東西 就把它合起來 就是找核劍 那找核劍的特殊效果 就是 你可以看到人上面會有個戳字 然後戳字上面會有個 枯的debuff 一個枯木的枯 一個枯的debuff 他有點像是 單體的一個棉花針 那他的影響的那個 效益就是會影響對方的巨氣 然後還減防禦力 那debuff的效果 也比梅花針 在高一回合 所以感覺 他可以就是降防 然後又可以降低 對方的那個巨氣的那個 那個速度 所以感覺起來很不錯 用打單體來說應該很OK 那你看到傷害大概1994 所以感覺傷害不高 只是說 debuff的效益還不錯 降防啦 降對方巨氣效果這樣子 一個找核劍 感覺還 感覺起來圖像不太強 但是debuff的效果感覺還蠻實用的 好 再來是我們那個鐵盲刺 鐵盲刺是 做完那個天山任務的時候 好像會獲得圖紙吧 然後圖紙之後 你拿去那個剛剛那個孔雀山莊 孔雀山莊那個之後 你給那個莊主 那基本上就可以在那邊購買 然後25兩一個 25兩一個 25兩一個 真的是非常的貴 25兩 不是2.5兩 是25兩 然後他的效益是 單體攻擊 然後傷害的話一般 他的特殊效果是 你可以破對方的護體鋼器 那 那個描述是這樣描述 我也不知道護體鋼器是什麼 我在想會不會是那個 那個總預局 還是那個就是 有一些人的 那個 在戰鬥的時候 前面會有第一個那個 護體鋼器 那你打的時候 你要打一下 你才能把護體鋼器打掉 然後你可以打下去 我在想會不會是那個東西 然後打中的話 對方一回合內不能閃避這樣子 還不錯 然後你看他丟那個鐵盲刺 那個我們那個大佬丟鐵盲刺的時候 你看到那個人 上面有一個那個buff 然後他打傷害大概是1900多 感覺不高 但是那個 不能閃避 然後再加破護體鋼器 感覺還OK這樣子 那只是很貴啦 他那個 那個錢要25兩一個 真的太貴了 好大概是這樣 然後最後一個是 我們的那個 大佬有附加一個 做那個老情任務的時候 有拿到一個那個 追魂十字丁 但是這個好像 給那個孔雷山莊之後 他好像就沒有賣了 他這個 就沒有那個 特別PO出來 所以之後看看 後續開放有沒有開放這個 追魂十字丁 不知道是哪來幹嘛用的 然後他上面的那個 敘述條是 此暗器成為追魂丁 然後常用的一些獨木暗器 十字丁口螺旋丁尾 名為天下暗器譜的第九 這樣子 啊 希望他未來還可以開放一些 就是暴雨梨花針啊 或者是一些額外一些那個 就是天下兵器譜的一些那個排行這樣子 好大概是這樣 所以先介紹了大概幾個一些 就是大佬們分享他常用的一些那個 暗器 之後還會不會有多的不知道 因為 目前的種類好像大概就只有這樣吧 之後還要看看 如果改版更新的話 如果有多的一些 暗器系統有在更新的話 再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暗器真的 我是覺得還不錯了 光是可以減少對方的那個巨器的那個 時間其實就很不錯 那個巨器時間在你打開 打架的時候 差那一點點真的有差 更不用說還可以破防啦 會噴血啦 把別人 就像如意豬還可以把人家的那個武器打掉啊 那些都不錯這樣子 好啦 分享給大家 就是大佬的一個暗器大權 如果有時間的玩家 暗器的話也可以練一下這樣子 那 之後如果有些王打不跳 就是一些任務boss啦 或者是一些 武道打不太贏的話 丟對暗器應該還是不錯的 OK 介紹給大家 那今天的玩意沒數 想歡迎支持一下 我是萱萱 感謝收看下次有緣再見